我是香菜大师老冯 说了你可能不信 一道上个国宴 号称香菜之首的灯烂鸡 做法却很简单 记住这些要点 你在家也可以吃国宴 做这道菜要用不超过两斤半的三环鸡 煮鸡的时候要用虾仁水 水开下鸡 转小火 让水只冒出虾仁大小的泡泡 煮15分钟 这样煮出来的鸡肉最弄 八成熟捞出泡冰水 能让鸡皮更紧致 配料很简单 纸鸡要配纸浆 纸浆切成丝 红椒也切成丝 小米辣切断 油热下花椒煸香 下姜丝小米辣 倒入鸡块翻炒 然后沿着锅边 淋入一整碗饮醋 锅边醋能让酸味更均匀 多加盐调味 盐可以增和酸味 再加一点糖提鲜 最后撒上红椒丝 大火收汁 鲜香麻辣酸 五味合一的灯烂鸡就做好了 这道国宴菜 你学会了诀窍 做给家人吃 绝对有面子 这道国宴菜 你学会了诀窄